上一集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通过Para Desktop 在MacBook里面安装Windows 然后考虑到很多人 一开始可能会使用BookCam 来安装Windows 10 这一集我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通过Para Desktop 来安装或者导入 BookCam里面的Windows 到MacBook里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Seng Hau 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KOL 如果你也对MacBook、iPad、iPhone 这一类的苹果产品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Seng Hau TV 因为我会不时更新 关于Apple产品的使用技巧 或者是有用的资讯 那么广告打完了过后 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同样的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会建议大家先 被告你在BookCam里面的文件 因为任何的科技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BOBs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 Get Windows 10 from Microsoft 或者是用 Use Windows from BookCam 我会建议你的是使用 Get Windows 10 from Microsoft 不过这算是我们做过的 这次我们就来用这个 Use Windows from BookCam 点击它了过后 我们按Continue 然后再按Continue 然后按Continue 然后这个呢就是你要显示出的名字 然后按CREATE 然后再按Continue 设置你的PARODYESTO就会帮你把 BookCam 转移到这个PARODYESTO里面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要等到还做完就行了 OK OK 所以它现在是设定好了 我们就来Log In看看 OK 首先它需要Restart 它Restart过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全屏了 按青色这个 就是这样子的 很简单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 奇换了 这是Windows 这个就是你的MateOS 15分钟都不用 我们已经把我们 BookCam里面的Windows 通过PARODYESTO安装在我们的 Mapbook里面 其实通过PARODYESTO来安装 Windows 或者是导入BookCam里面的Windows 是非常简单的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上手 噢噢 这个小瑕疵呢 是BookCam里面的Windows 导入进PARODYESTO过后才发现到的 虽然呢 这个Windows 已经可以在Mapbook里面同步使用了 而且它也可以更改它的一些规格 像是RAM 或者是Graphic Card这类的东西 可是呢 它的HardDisk呢 我就发现到 更改不了它的大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在BookCam里面 已经设定好的那个 HardDisk的大小过后呢 不能够再更改了 或者是 其实它有其他的workaround 只是我没有发现到的 如果你知道的话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HardDisk大小 是有没有更改都无所谓的话 你是想要同步使用这个 好处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你这样导入 进来就没问题了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 同步使用过后 你还想要更改这个HardDisk的容量的话 那么我其实非常建议你 直接就 通过PARODYESTO来安装Windows 而不是通过PARODYESTO 导入BookCam里面的Windows 虽然是很麻烦的 可是 我觉得 你这样子就可以使用到它 100%的那个功能了 会更加好 好的 以上就是我给你分享的这个 PARODYESTO的使用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你就可以减少你朋友去 碰钉子啊 或者是 研究过后要浪费的那些时间 当然不要忘记 订阅我的频道哦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更好的使用小技巧的话 欢迎你 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